我請問一下朋友們 快撐不住的時候 就是會出來照顧你 給你一些肌力的 預達隊友嚴重是一個照顧車 他为我铺好一条通向国立科大的路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在这条路上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走下去 郁达是一件很棒的补习班 在这里所有的授课老师都非常认真地准备他们教学的规划 然后郁达也提供给了我们最好的读书环境 我相信在这里就算你没有任何基础 只要你想要读书就一定是可以读好书的 郁达就是一个辅助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读书来主要是靠自己 因为这里还有晚上可以自修 可以到12点这样 然后大家都在读书自己也会决心自修的读书 一起学校来说 学校那个环境比较不太适合 秩序比较不太好 不管上课下课都是一样的吵闹 我会比较喜欢这种环境就是 他们上课就有上课该的气氛 我觉得郁达的学习气氛很好 因为我是念私立学校 我的周围学习环境其实并不是很好 平时上课大家都是睡的睡玩的玩 根本没有在听课 而到郁达就不一样 郁达就是一个学习氛围很好的地方 在这里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互相讨教一起进步 郁达学生在认真准备考试的比例非常的高 而且这里的老师也很愿意陪我们读到很晚 像我自己在准备考试的最后一个月 我每天都在这里待到12点多 我真的很感谢这里的主任吉老师们 郁达很好 师资跟教材都很好 因为它是各个地方的聚集圈 就是很厉害的 我就读那个教材就这样了 我们今年 郁达 我们班三个来读郁达 然后三个都够500多 电子医学 还有基本电学 老师他都会把每个细节 讲得很清楚 那个细节的观点 最后都会把它囤整在一起 就是比学校老师讲得更详细 那我也听得比较懂 就吸收得比较好 我比较喜欢鼓 是因为田正宗老师他讲的真的是很专业 然后也懂得去跟学生去互动 增加上课的一些虚伪性 比较容易让学生听的情绪 今天老师的古文作文 让我们拿下人生第一个六几分 那专业科目 老师讲的都很详细 在统设上拿满分也不是问题 我个人非常喜欢 专业科目和刘薇老师的数学 因为刘薇老师他的解题技巧很棒 有很多都是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解题方式 我最喜欢上升务课 老师一开始对于课程的规划 把我们的基础打好 让我们后来就不再惧怕 升入这一门新的学科 所以就非常喜欢这门科目 其他科目我也觉得 易打教的都很好 专一专二 因为专一专二是比较薄的 然后我们跟老师有不同的很好 我们的肯定感觉 还能打折中 那么我们的肯定感觉 都不并不遗憾 我们的肯定感觉 预计感觉 我们的肯定感觉 令人感觉